今天是8月11日,星期五 今日市場十分不良 北水都是日出日入 昨天北水流入了很少 再次看看板塊 阿里巴巴是好的,因為業績好 中鱼洞有好,因為派適好 重科實驗屬於反彈格 中國海洋石油仍是個別的聲音 不過不是升0.1,只是升0.1 李寧是好的時侯恢復派適 不過業績仍是有所短欠的 中國聯通也是好,因為派適好 中國聯通也好,因為汇風也好,因為汇風也好 中國聯通也好,因為汇風也好 下降,下降,下降,下降 看看大使 大使看起來的樣子是不好看的 今天都不能升上布里加通道的中軸 而還有看到,保友通訊中有微微向下彎的趨勢 我之前都曾經說過,大家需要留意 這裏是一個雙型的走勢 特別要留意的就是這裏 這裏 這裏呢 這裏的走勢呢 和現在這裏的走勢 是不是有點相似 如果是這裏 當是藏板也遇不到藏板的話 那回來呢 可能一下子坐下來 應該會去到下面這個位 大約保利加通道底 是186 186 那186之後,會不會再穿底呢 真的不知道 因為你要看看 這裏已經是所謂的三底的格局 這三底的格局 這三底的格局如果破了上來 就真的不太好玩了 所以大家需要留意 如果你有衍生工具的話 我們再繼續看看 今天有什麼股票可以留意呢 第一,不用考慮 當然是中餘洞 中餘洞 為什麼要看看它呢 中餘洞的原因就是 第一,它已經見出越高了 已經見出越高 見出越高 這個越高位 它是說它的盈利有增長 也都會增加排息 這樣就看好了 很多大行都對它的評級 就是那個預期 就是說可以增持 不過呢,又將它的價位是減低的 就是把之前的價位減低 減低極要到七十幾元 在這裏我就覺得 可以考慮現價級吧 現價級 指雪等到六十五元 這樣就是目標價 我不等到七十七了 先去六十八先 如果六十八可以的 那就再考慮一下 好嗎 PE 預期 就是有9.59倍PE 息率有7.35厘 其實如果說增加排息 就不止了 8-9厘 可以看看價位是什麼水平 那麼大行給它 投資平均是2 1-5是範疇 5是最差 1是最好 2.5中間 2就不錯了 在中間偏好很多 難怪有13間大行都說 買它掉 未來那三年的營利預期 就是6.29、6的7.7 以及7.23 那麼派息呢 就是有預期是有4.75 4.75 以及5.18 都是以人民幣計價 歷史波幅 就是有15.29倍 真是它是叫中不移動的 真是很不移動 啤帶是0.35 波幅 是在52周 最低位是44.59 而最高位是67.99 那麼我猜它去到68元 那就是多了一個先 就給我吧 麻煩 就是這樣 有興趣的 可以考慮是現價級 上網68 只剩於65 好 好了 第二隻 可以去 留意一下股票是什麼呢 就是中國東方航空 那麼 今天是有少少資金流出的 之前有幾天有資金流入 為什麼會說它好呢 因為阿爺就說 噢 會放寬一些人 會出去旅行 那現在可能對於秘技 就會有些幫助 不過可能之前升得多了吧 那昨天呢 就是站得好一點 今天有少少回落 也不要緊 那我們等它呢 就要站上去3.1 先去買它 那最高見它3.05元 那就先站3.1 站3.1 3.4也挺高的 3.5在這裏 3.4在這裏 3.5在這裏 那麼 高又不高 矮又不矮 去回以前的水平而已 再去回一些疫情的水平 其實都不是很要求多了 是不是 因為疫情呢 還上過多過這裏 那所以暫時看它 去回大約是這個 可以去3.4先 那在這個上個3.1 的時候 就吸納 但是這個位置 也吸納 那麼 上網3.4 那麼 就是它的 是未來的PE 就是預期就有45.6倍 沒有派息的 因為那量後 前幾年呢 都沒有錢賺嘛 是不是 那些飛機都停飛了 那麼 那麼 大航給投資評級2.38 有五間大航推薦 吸納它 的 預期的盈利 是今年的 是賺6個先 那 明年是賺多一點 就是賺到2.1 後年賺到3.2 後年賺到3.2 6個先 和2.1之間 是多了差不多 3.5倍 那麼 那麼 歷史波幅呢 就預期就是有 歷史波幅呢 就預期就是有 就有 歷史波幅呢 就是23.2% 啤打是數0.57 52周低位2.52 而高位3.6 有興趣的可以考慮上企3.1 級籃 指示2.9 上網3.4 接著另一種可以考慮的股票就是中車